武师是台湾民俗记忆的珍贵文化 制作诗头之人要了解诗头的民俗内涵 如果他还会武师 那么制作出来的诗头将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在台湾云林北港就有这么一位 既是武师又是诗头工艺师的人物 吴登星 让我们来认识他和诗头的故事 我是吴登星今年36岁 台湾塞典来说不是团圣 是对台湾文化的经 除了为某一个小小的唐号传承 还是为了台湾而传承 这是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另外一个阶段 不要怕说挫折和失误 那你就可以不断提升 云林北港镇隔着北港西与嘉义县相邻 是当地信仰观光文化的重要中心 依据北港妈做行华镜 道尽了善男性女对北港妈的崇敬 人家以前说可以过山里卡 不能过后华镇 要去读 要去北港镇银 那北港武馆林立 北港的武术也起源很早 那其实呢这个跟我们一个另外一个限定古蹟有关 你看我们的北港艺民庙 就是艺民它可以组织成武装民房组织 那所以北港的武术和北港的武馆就是起源这么早 而且起源这么有组织 那如果以这样子起源这么早又有组织的情况下 当然它会相关的产品 比如说兵器啊 比如说丝头制作啦 那比如说还有做扫脚的啦 异症竟然可以成为一种行业 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地方很特殊 然后也有吹索纳斯行业的人 它的动作不用快 所以它的动作要很威猛 感觉慢慢的 但是它带着一种很严肃的威力 早期 台湾壮丁在农贤之余 夺会练武 强健体魄 保卫家园 而在银神赛会的重要时刻 武师更要担当武龙弄施之人 是神明驾前的重要角色 它的传说是指的是说 这个清朝是谁啊 所以他也吃人不土骨头 台南台北京一带都还有旧塞 塞到台了死了 塞到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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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源自于最早那个打青丝的幽兰 然后传承到现在 变成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丝 后来就跟宗教完全结合 这应该是雷仙乐团啦 我以前在打高职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 我就是乐队啦 我没有参加 我没有乐队参加绕镜 所以我没有参加绕镜这样 然后这是雷仙乐团 我也是雷仙乐团的一员 所以我一个人 跟很多议政都产生关系 走过悠悠三百多年历史 时代需求不同 北港武馆逐渐凋零 吴丹兴是北港知名武馆之一 德义堂第五代传人 但现实人生 却不像电影上演得风光 1980年代 武师受到职业镇头 和电子花车冲击 吴丹兴和弟弟 就跟着父母到中南部 展开表演人生 我们这里哪里躲这间 十一住行都在这间 不到六七坪喔 这个是日记时期房间 切做一堆而已而已 主持在里面 我们老婆在里面剃头 这边好像是我们以前在主持 里面是小小的通铺 大家躲在一起 整整的 全家集在一起 家境艰苦 吴丹兴从小就得帮忙赚钱讨生活 武师表演 制作尸头 就连花灯造型都南部倒塌 父亲曾经跟人家就是 约定好要做 做一个理由 然后就不要做 不要做 我母亲问说 你怎么做 不然现实要搞会 就是应该比较 我比较就是一个个性就是觉得 就是可以 但是其实没有做过啦 然后我就马上说可以 然后我就自己独立完成这样的作品 而且当时还为了不喜欢用铁丝 所以全家都用主编 到冬天 想说 刚才人家买会订比赛 有人可能会买会订 想说 如果我去寒假 如果我去保余打工 可能也贪不费 所以我母亲说 不然我要做会订比赛 才开始做会订比赛 熬过了童年的苦涩 长大后的吴丹兴 没有选择抛弃 而是将这些民俗敬意 传承下来 武师跟宗教跟民俗的结合 然后有很多宗教意涵 还有除煞的那个图腾 他必须用武师的脚步和步伐 去踏出他的图腾 甚至其实我们现在还没有传承的 还要念咒语 人塞人要念咒语 他才能延伸他原本的那个图腾出来 产生他的功能性的民俗意涵 那这样子的动作呢 含到了所谓的表演艺术里 就不能让那么 那个动作变得很僵 所以你完全看不出来 他们在走什么样的民俗图腾 所以他的动作完全自然又 又充满着美感 但是他是在冷 四门五行七七八卦 还有倒打烂火 里外角大小门 巴拉巴巴巴等等 在民俗我们认为的那个宗教出煞的图腾 现在你才会回到正确的拍子上 你要再加热一下 你在正骨换回式正骨的时候 小朋友对吴教练喔 应该说又爱又恨 恨 那在训练的时候 其实教练会蛮严格的 因为他会要求每一个基本动作一定要到位 那小朋友就是把他学的东西在比赛当中 如果他表现好 那教练会给他们奖励 给他们饮料啦 或者其他不错的东西给他们 所以小朋友虽然说觉得很辛苦 可是还是很卖力的去学 所以说对教练 应该说有点怕 但是又很希望他能够来这边教他们 谢谢 葱 你 还 dimensions 详断 压 细 详断 详断 识 详断 详 详 台湾较常见的诗阵多为广东诗 以及台湾诗 有龙有凤又有诗的龙凤诗十分少见 龙凤诗由北港德义堂创立于清光续年间 拥有百年历史 吴登星扎根校园重新擦亮德义堂的金字招牌 也延续了珍贵的传统文化 其实是有诗心 为什么要传承这样的记忆 因为我自己学完以后除了自己表演以外 我自己也看不到它完整的模样和长得怎样 所以我势必教学生表演给我自己看 这个是我最最早最喜欢的初衷 那到后来也希望分享给大家看说 这样子的效果产出 它可以让我们的民俗恢复到比较接近原来的原貌 不会让人家觉得说民俗传统是一种落伍 其实是我们没学好 不是落伍 是我们没把这个精神跟每一个技巧技术给带到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是我们重新要定位传统 重新去诠释说民俗它不是一种落伍 可以重新让人发现它 我们平常 武丹心另一个身份是台湾师教练 云嘉地区多所国小国中大专院校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一般的湿头的话它的湿皮跟湿头是固定住的 那这个教练 武丹心教练他改良过就是做成拉链的方式 那他有两个好处就是 第一个如果我们湿皮脏了要清洗 就拆下来就可以做清洗 那湿头不会去动到 湿头与武施人是一种相对关系 湿头顺不顺手再再影响武施人的演出 龙凤诗的传承不单单只着重记忆 武丹心也保留了器物的延续 传统湿头的真贵在于全手工制作 医循传统 武丹心做湿头用的是土模 湿头的五官造型全在这个阶段完成 精忍得是做一颗湿头得用掉这儿油封山闭尽万租应将绝联约为你 与工业师的呼善 武林指向κ国 有去做過、有去餵過 所以整個流程都覺得很累 累是另外一回事 最重要的考量是它太容易裂了 它只要我沒有辦法在 在我做的幾天內 我趕快完成的話 它就已經裂開 你就已經不能用了 像我現在用就是用膠質陶土 不然我就用陶土 所以其實土現在已經改良 配方都變得比較好 時代變遷 製作獅頭的人口逐漸凋零 年僅36歲的吳登欣 仍堅持守護這項工藝 在這講究快速的年代 吳登欣特別重視獅頭的耐用程度 紙張層層黏貼 最後是支柱得堆疊十層 我們的獅頭啊 其實跟神明啊 宗教儀式是直接相關的 所以在以前取材 做的取材不易的情況下 就是用金座 金座也因為這個要立神的時候 就是神比較容易依靠在它那個獅頭上面 原來其實使用的可能就是很多層的金子 但是因為金座比較沒有那麼樣的效果好 所以它比較會暖 策頭比較會暖暖 所以我們會只用一兩層金子去替代這樣子的儀式 2003年就第一年 吳登欣教練第一次來上課 暑假的時候的照片 滿珍貴的 面對逐漸沒落的民俗技藝 吳登欣的推廣之路走得不疾不虛 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來 是它的最高原則 那一開始它是 比較社團的一個形式 那表演也都是在校內 那到後來大概五六年之後 那教練他就覺得說 練得還滿有一個水準 已經大概有一個階段 那教練就說 那可以開始出去比賽 所以我們一直到2010年 就開始出去比賽這樣 以前我自己會舞嘛 然後就會發現說 要嘛就感覺要掉 那要嘛就感覺太擠 後來呢 跟以前的一些老前輩一起 有一次一起表演以後 才發現 喔!原來老前輩他們有不同的綁法 那我就注意看那個綁法 就把它寫起來 所以你看 我都有來回 身子啊 都要來回在那裡繩 它等於 是用綁在身體的力量 不是純粹只有綁在那個 肩上或綁在腰上 啊!所以它這樣子的那個 身體的密合度會比較好 龍鳳獅象徵招福吉祥 武士之人要踏穩步伐 肢體力道講究剛強 才能將其精髓完整呈現 對國小生來說 非常的不容易 在鄉下來說 台灣是很常見 但是幾乎都沒有看過龍鳳的 這樣的道具 所以他們會很興奮 很想要盡快嘗試 可是當整個裝備 因為當時一開始 穿上身之後 就五個 可能一兩分鐘 就滿頭大汗 任何國小 是雲林全鄉小校 全校學生六十多人 就有二十多位學生 傳承龍鳳獅 經過吳登欣七年的訓練打底 任何國小龍鳳獅 已是大小比賽的常勝軍 那這顆獅頭是 我們看到它比較特別 就是它有一個角 那我們一般看到的台灣獅 獅頭是沒有這個角 如果小朋友表現好 他就會做這個象徵得意堂 傳承下來的獅頭 給這所學校這樣 所以如果小朋友 剛開始會覺得很特別 為什麼會有一個角 那我就跟他們講說 教練的 他用意是什麼 小朋友也會覺得說 能夠得到 有這樣的一顆獅頭 有機會舞蹈 他會覺得很光榮 因為這是 等於說 得到教練的一個認可 其實在這個世代裡 已經 小孩越來越少 那人口也外流 你到都市裡 你會跟 左右鄰居 會參加一個 某某的獅隊嗎 這個幾乎 未來我認為 會變成絕響 在台灣可能 真的會變成絕響 如果政府它還沒有辦法 有系統的 產出所謂的 傳承辦法 我認為 的確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我們中國與農曆國 所以綠色是吉祥又避邪的 所以這裡用綠色這個底色 所以所有才討論 大部分很多都是綠色 武師需要有極好的武術基礎 可謂習武之人 而製作獅頭 則需要細心 耐心 與繪畫天分 無等心彩繪獅頭 向來無需打草稿 畫筆在獅頭上揮灑 在傳統與創作間 展現獨特風格 愛塞頭有口訣 三三五到八卦圖 青一頭白白 不說塞 就是說 我要有三三跟五月 在製作獅頭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到說 我要把那個三三和五月抓出來 然後才開始有彩繪 那它已經跟你講 有八卦圖了嘛 對不對 那再會畫上一個王字 然後還有一些火焰啊 它增加它的氣勢的一個圖騰 我們以前的傳統彩繪 是用運染 用倒性 軟性 但是我覺得運染和倒性 它好像不太符合 那個動物會出現的東西 因為動物出現 都會很多毛細孔和點點 所以我就用了點 去讓其他顏色交疊 然後產出不一樣的效果 做獅頭應該要符合人體工學 所以如果會做獅頭 如果還會五獅那更好 有加分作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他們遇到的狀況 和他們的熟不實用 所以 GUNA的擺設方式也不一樣 還有 就是說像我在底漆裡面 我都會塗白色 我為什麼呢 因為我希望它是一個冷色系 讓在舞獅者 在遇到競賽或遇到廟會 或遇到表演 大場面的時候 我都可以讓我自己心靜 無登心從事獅頭製作二十三年 他笑說都快可以退休了 獅頭之於無登心 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收藏獅頭 那是他回味歷史的另一種方式 傳遞著每個族群的辛苦面 還有他們以前怎麼過火的 那像鋁製的獅頭和鐵的 鐵的跟銅的獅頭 那是炫耀面 就是說我是有錢人 因為我以前要出現金色 在清末日據時期要出現金色 不是像那些電鍍 那種就是用大金、大金、鞍金 或者是用銅直接做 然後去推 推要變成是金色的 只有這兩個方法 不然出現不了 金色這件事 那最少期的獅頭的耳朵也不一樣 我們現在耳朵大部分是用 化學纖維毛 但是以前是用瘦皮 那瘦皮呢可能會使用 牛皮、青蛙皮 還有猴子皮 那這也是有助於我們了解 那個時候的生態 還有那時候的物件取得 這個也是很好玩的一個 拼湊歷史的一環 每一顆獅頭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而他們所代表的 更是那個大時代下的人文足跡 時光飛逝 幸好我們還有這些古物 可以平掉歷史 這也是吳登心 智力投入文化保存的主要原因 這也是這麼辦 真的就是要這樣 不然會斷層 總是年輕人 做的事情 比較會穿 穿就 比較會穿人 我師父在跟他說 反正有的腳步要 小瓜 我是都有這樣提示 我們何其幸福 經過了上個世代的傳承 我們留下了一些東西 那下一代是要去拼湊 還是要靠我們這一代 再給留給他更多東西 我覺得這是我們繼續堅持 浙塞陶和焦武士 焦龍鳳師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或許下一個一百年的時候 要重新追溯這段歷史 不用拆啦 不用用拆的 可以手上掌握技術 我覺得這個變成很重要 那傳承下去才會是 我們台灣未來的希望 這個新加美 新加美啊 好 很久沒吃了 我們去台北門買去送 送 這一個東西都是在這裡 在這裡玩 我們住這裡而已 我們住一間而已 然後我們這一個 會八個月裡面玩 不然就在這裡玩了 因為這裡沒人住 變成閒置空間 吳登欣有多個身份 是武師 是石頭工藝家 是文史工作者 更是北港地區最年輕的 花燈工藝師 今年台灣燈會在雲林 北港燈區最引人注目的 莫過於北港大橋上的 百鳥嘲諷 百鳥嘲諷象徵到 北港朝天宮朝拜的信徒 落意不絕 以文化為基礎 結合地景與花燈的手法 正是出自 吳登欣之手 百隻飛鳥同時點亮 燦爛的令人震撼 吳登欣是家中長子 二十多年來 他堅守傳承崗位 更一堅春勤了家中經濟 冥冥之中 老天爺也讓他的生命 因此圓滿 對家庭負責任 然後對媽媽很孝順 然後是一個 有肩膀的男人 那再來他對他的工作 充滿了熱情 然後也勇於接受挑戰 不捨的部分是說 就是他如果因為像 他做花燈 可能常常就要 有時候可能就是在 焊接過程中可能會燙傷 或者不小心受傷 然後就是說他對工作的 那種責任感就是說 像他去教學生 他已經跟學生講好 什麼時候去教 就算他身體不舒服 發著高燒 還是一樣去 那這個就是他 對他工作的一個態度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 有時候不要讓自己 這麼太累啊 會希望他先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比較重要 十多年前的教師演習會上 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陳美瑜 三十六歲 吳登欣立業成家 離吳子登科 只有一步之差 閒內住喔 好像一直都是這樣子啊 就繼續維持下去吧 對啊對啊 那也是希望說我們 將來就是人生可以 嗯 有個Baby 然後我們兩個 就成為父母的角色這樣子 求藝的那個過程 我覺得是很辛苦 因為摸索 沒人家 要自己學 自己學的過程 一定會遇到很多 撞到一筆之灰 所以我認為不要怕痛 你就是不要怕說挫折和失誤 那你就可以不斷提升 人們說物似主人形 獅頭至於吳登欣 難捨難離 傳承的使命光輝 點亮了吳登欣的人生 而這盞燈火 也將在北港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持續發光 沒人家 需要藍燈火 無人家 想複製 存放 其這裡 他說 是 有